几天前我是这样子 房上躺 床上躺 床上躺完 沙发躺 所以前几天的时候 当我宅家宅到 我自己觉得我的状态已经变得有点奇怪 我就突然之间意识到说 不能这样做 我应该去做一点什么 就是给自己制定一个宅家的日程表 我一般会在早上9点钟起床 赖个30分钟 把中国的热搜 韩国的热搜都看一遍 然后再把朋友圈的奏折批一批 起床以后的话 就是把早午餐给煮上 然后再把早餐上锅煮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利用这个时间做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瑜伽 对 自己练自己 瑜伽小姐姐 在瑜伽小姐姐的瑜伽垫上面练完了瑜伽以后 看一看今天的一些视频的日程 包括有没有什么脚本要写啦 我可能就会利用早上这段时间 在脑子最新鲜的时候把它整个排列完 在家就是买了超级超级的东西 这边这个是Aespo的一个新的眼影盘 也很好看 这种很好看的项链买了都没有带 我接下来的时间 基本上就会用来运动 然后运动完了以后就是洗澡 我最近看的书有好多就是睡前会看的 它是我一个朋友写的两本诗 一本叫做我在12点煮了一包泡面 还有一本书呢就是 我不小心说出了我的真心话 就这两本书啊 就它里面有很多很浪漫的小故事 少女星都起来了吧 就半夜突然之间起少女星 不是一件什么太好的事情 好吧 我的飞话有点多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还有帮助 以及我们都要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加油 照顾好自己 我早就出帮了 我早就吃饭 我早就吃饭 你来死吗 我早就吃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